好 這次我們早上拍下 你有經過序位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它直接去掉 背景就可以見面 所以你想要去哪裡 你待會先準備好 就是說你後面這個場景 你想要放哪些 比如說我這個是拿這個影像的 有沒有 不過呢 你們 我看一下你們的單 大多數不及格 因為大多數都穿藍色的 他會跟他一樣 他就扮半透明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看我把他拿到他們拿 有沒有發現這次扮半透明 我們都是正常的 因為藍色的會在欄目 他就會被去掉的部分 所以這次可能只剩頭也會有 所以今天你們能上場的 好像只有正後面那位而已 嗯 等一下你要當男主角 好 我們已經指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說你拍海了 我這邊再拿另外一段給各位參場 你看 我們上面這邊 欄目的 這裡也有其他的 你會這樣把他丟進來 當然這是進來我們複疊 那複疊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複疊的話呢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到底複疊要幹嘛 我們上次也跟這次上過了 你看 你可以加上邊框 對不對 可以加上一些物件 然後你可以加上GMO 可以加上Close 對不對 我們上次也用過的 那麼現在呢 再加上這個 就是什麼欄目的影片 你就可以做很多 好 那當然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好 丟進來 OK 好 你看像這樣子有沒有 那你進來之後呢 那預算會變成是子母畫面 所以 畫面會自然比較小一點 你會使用手段的拉開也可以 或者是你來這邊 有一個原始大小 好 那 我稍微 顯示前途 我今天有沒有看到變瘦了 因為那比例不對 你就把它維持長官比 有沒有 因為我 我拍的那個影片 我的相機拍起來是16比9的 16比9的 所以 會比較扁一點點 好 你點到它之後呢 你來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彩度鍵 周到跟彩度鍵 你把它點進來 實際上它裡面有兩個功能 好 一個呢 你看踩度鍵 它就自動靠進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大致上 這樣 不過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一件事情 就是 在它這邊 吵度鍵 它穿的是什麼顏色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字是藍色的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穿透了 這邊就穿透過去了 所以你看 我來後面一點 有沒有發現這個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就有那個 所以你看我們在看電視啊 不管七張報告啊 還是新聞啊 就像這樣子啊 只是電視台它們是用即時的 它們是用即時的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要先交進來裡面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在裡面 你可以 這個當道在 體質上比較差一點 但是你可以這樣看到 有沒有 後面這個就是花的 好 好 所以 藍幕的影片 事實上就像這樣 那這一點呢 是直接把我們的目 直接去掉 另外一種是像 我們在波動科的裡面 曾經用過 一條街上 你看到這個 大概就會比較熟悉 有沒有 但是會打的 那麼對 白的會不會有一點 黑的會不會有 更透明 所以你看是怎樣 一個遠遠的 因為有些時候 如果當好 你的影片 不是這種 藍幕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把它加進來 當然 你也可以自己手段增加 如果說 你自己有做好了 那你可以把它加進來 裡面來用 因為有時候 可能它裡面多能 不見得你適合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有些時候的意大 就會變成更透明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灰味的地方 不會被小灰味 你們都沒有看灰太陽 你們感到的都沒有看 西洋娘的灰太陽 我們家都只能看那個 要不然就看海綿寶寶寶 所以你跟我講事情 我都會 所以這個是 那當然 你會用彩度券的話 讓你覺得 我這調的不是很好 因為像它 國際這邊也是有點去掉的 為什麼 因為這裡也是藍色的 不過你仔細看這裡 你會發現這裡也是藍色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相似度 去做調整 所謂相似度 就是這個顏色的相似度 當然如果你像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拍片 他們有的 用綠幕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種綠或藍 都是螢光藍或螢光綠 因為這兩種顏色有沒有 人的收上最少 所以最不容易把 就是把人去掉 所以這個是適合拍人 但是如果你是拍其他的東西 就不就沒有這兩種顏色 人的部分 所以一旦我們攝影棚 大部分都用這兩種顏色去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好